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到垃圾整理等等 我一开始并不懂这些垃圾废品的画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 后来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过也是因为他的一个无意自觉 最后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某天朋友介绍了一个女孩给他 希望他能抽个时间去见一见 当然在家里的他还发现了好几天没有到的垃圾和一个坏苹果 顺手就是这么一道 可能是因为烂苹果和其他腐败的菜产生了反应 最后形成了致命的病毒 之后这些垃圾食品被回收 重新制作成饰料喂养给一些牛羊一类的 然后牛被杀最后牛肉流入了市场 而此时的男主和介绍的那个女孩在一起吃饭聊天 当然吃的是烤肉 店长还特意免费送了牛肉给他们 而这个牛肉里面居然还有苹果皮 我相信你也看懂了 这个烂苹果绕了一圈又回到男主的肚子里面 之后就是两个人逆逆歪歪 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 也是在优惠的地方被两个小流氓给看到了 男主不爽他们的调侃冲了过去 一对二几乎不会成功 所以被打的半死 不过可能是因为吃进去了牛肉的缘故 他之后变得力道无穷 但是有点丧失了理智 还把干娇的牛肉给吓跑了 但也是因为不断有牛肉流入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怪异 甚至变成了会咬人的丧失一般 但对于这样的事情 当局政府以及一些专家议员 本来应该很好的探讨病毒传播 以及关于人们会变成寻尸走路的事情 却演变成了他们对各自的名利 立场利益的攻击和争夺 在他们的一里 生活的本质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 而前面的垃圾废品画面 各种垃圾的特写 肮脏的描述 都是为了营育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之后男主回到家中 但是他便也越来越厉害了 直到家人回来 他失控的咬手了家人 临死前 爸爸在往西一寄的葡萄酒 妈妈在当心买来的裤子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是这样的风马牛不相及 逃出去的男主 准确的说也不算是男主了 他遇到了也变成上司的女友 他们又在一起了 而这次只有纯粹的爱 没有其他的东西 而男主吃下的那个烂苹果 也许象征着什么 第二个故事 天空开悟 在未来的世界 机器人逐渐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有的帮助我们做事 甚至上班 有的甚至能帮助我们解决 生理心理上的空虚 而RU公司 原本生产了一个 用于清洁的RU式的机器人 竟然在室内服务一段时间后 产生了自我意识 他了悟了空性 超然解脱 为了判断这个机器人 是否出现了异常 试验请机器人公司的设计师 前来查探 得出的结果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机器人的表现 却又是那么的异常 这两男主这位设计师 有点不知所措 甚至因为机器人的访问 他对机器人大吼 让他闭嘴 人类说话的时候 请不要出声 他害怕了 作为被造的机器人 成佛这个事情 让还没有成佛的创造者 感到害怕 害怕机器人已经超过人类 而回到家中的男主 遇到了一个 来修理机器口的女孩 他询问男主 我的美美芯片坏了 你有吗 给我一个 但最终男主 只是把一个替代的芯片 装了上去 把零件店介绍给他 而当时他自然也知道 这手臂上 就有机器狗想要的芯片 女孩看到这只机器狗 变成这样 最后反而把他 丢到了垃圾桶内 世界各地 也因为机器人不断胜入 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 不愿意结合 反而找了机器人伴侣 出生率也不断的降低 但创造了却又害怕 之后 RU公司的老总 以及男主他们 又再次来到了寺院内 其实是准备销毁这个机器人 但机器人之望 来回收他的工作人员 人类啊 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时 想必周遭的一切 都面面相去 相比较 机器人老总公司的 一方慷慨这样的演讲 最后我们会发现 在摆脱了一件事情的束缚之后 他们很快 又会创造另外一个东西 困住我们 比如现在的信息网络等等 所以在大家 政治者 要不要销毁这个机器人的时候 甚至都拔枪了 可是机器人做的事情 却只是 跪拜在佛像前 自我停掉的运作 机器人在佛前涅槃的时候 我在想 机器人也会有信仰吗 当机器人也同样拥有智慧的时候 他是一个机器人 还是一个生命呢 最后做完这一切 男主回到了公寓内 他将自己手臂上的绝版芯片 给了那只叫美美的机器狗 也代表 他从机器人那边 继承了另外一种精神 就是现实 我实际上 男主也是一个机器人 只不过 他的意识更像人类 这很难让人不想起 当年物有史密斯的内部 我机器人 第三个故事 生日快乐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 但却有不一样的含义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 因为弄坏了爸爸的8号台球 害怕被责骂 然后偷偷上网买了一个台球 只是他没有想到 因为某个区间 他竟然登陆了外星人的网站 而且他确实购买了一个台球 但是这个台球的大小 比想象的更大 两年后 这颗鲁影石大小的8号台球 要送上门来 只不过是以空运的形式 而且直接运输到地球的后果 就是人类会被毁灭 他们只能躲在地下 电视台这边也在霸道着 人类毁灭的事情 当然还出了一点小岔子 毕竟在死亡面前 还是什么事情需要太在意呢 当然最后按照预定的时间 这颗鱼影石确实下落了 对于地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小女孩一家人都躲在了地下 他们储备了足够的食物氧气水 甚至能用能力发电 足够他们生活20-30年 但是这个看起来荒荡的电 却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小女孩的家庭关系并不怎么好 如果他能和父亲好好的沟通一下 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 更不会有什么网购一个台球 却变成了一个陨石大小 所以20年后 因为地面坍塌 他们走了出去 他成功的牵涉了 外星人送来的巨大台球 他收获的不仅仅是台球 更主要的是家的温暖 所以这个故事讲的是家庭关系 影片最后一家人知道真相后 好好的在一起聊天 我相信即使再给小女孩一次机会 他也会选择购买台球 因为他是希望得到家庭的温暖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